寻本溯源一路前行 我们不分享娱乐八卦 我们只做真实故事的讲述者 这里是寻路娱乐 你准备好了吗 大家好 我是小璐 今天带大家来了解奶茶刘若英 在我小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 只要戴上皇冠 我就觉得自己是公主 披上一个备单 我就觉得 自己是超人 可以去拯救全世界 但是 人越长越大 才发现 别说拯救全世界 有时候我连我自己 都拯救不了 4月17日 刘若英举办了一场名为 陪你的线上演唱会 两个多小时的直播 我们从一手手耳熟能详的歌曲里 回忆起了青涩而美好的青春 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若英的家世可以说是非常优越的 他的祖父是出身湖南李玲的刘永瑶 毕业于黄浦军校 官拜陆军上将 父亲是海军舰长退役 虽然家世显赫 但他的儿时却是有些曲折的 1969年6月1日 刘若英在台湾省台北时出生了 两岁时父母离婚 母亲带走了姐姐 他则被留给了父亲 父亲常年出海没有时间照顾他 就将他寄养到了亲戚家 然而那里终归不是自己的家 被寄养的刘若英经常受到欺负 祖父母知道之后二话不说 就将他接走照顾 弥补了他缺失的家庭的温暖 刘若英的求学历程是和音乐分不开的 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钢琴 从斯立光人中学音乐班毕业后 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富勒顿校区攻读音乐学系 休息声乐和钢琴演奏 并取得了古典音乐的学士学位 毕业之后返回台北 正在刘若英为未来迷茫之时 1991年经好友介绍 他认识了陈生 这个成就了他 却也带给他无数痛苦的男人 陈生与刘若英相识时 就已经是滚石唱片起下的一位音乐制作人 认识刘若英之后 陈生觉得他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歌手 便邀请他到自己的工作室工作 虽然签了约 但是刘若英呢要从助理开始做起 而奶茶这个称呼呢就是 他做助理时陈生给他取的 与一起做助理的京城舞不同 奶茶的助理之路艰辛且漫长 我记得我那时候右边就背那个吉他 左边背伸缩喇叭 而且是要交叉鞋背 然后右左右再拉 虽然除了打杂他也会学习和配唱 但是外貌不算非常漂亮的他呢 三年里没有发过一张唱片 但是他的努力都被陈生看在了眼里 1994年张爱佳的电影《少女小鱼》开始选角 陈生就推荐了刘若英去了 果然不负众望 24岁的刘若英一夜成名 并且摘得了人生第一个影后 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 古今刚来 次年又一专辑 《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 进入了音乐领域 主打歌《为爱吃狂祸》的 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电影歌曲奖 而这首歌呢 是陈生为奶茶量身力做的 说到奶茶的感情就避不开陈生 这两位师徒之间 除了师徒情侣之外呢 还有一些难以言喻的男女之情 刘若英的童年 没有享受过完整的父爱和母爱 而遇到了对他 关心呵护的陈生之后 潮溪相处之间便情愫暗生 但是面对一个已有妻儿的人 他的爱情终究是得不到回应的 将来远浅 奈何寝生 他将对陈生的这份痴狂 坚持了许久 最终还是选择将其隐瞒 尤其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他真的不是那种 你一个人付出多少 对方就一定会回应你多少 但是当缘分尽了 不能在一起的时候 起码我们要记得 我们曾经这样紧紧地在一起过 感情不顺的刘若英将重心放在了工作上 2000年以家庭伦理剧 人间四月天打开了在内地的知名度 在11月又凭借着爱情剧 住在十字架里的母亲 获得了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同年发现了专辑《我等你》 作为主打之一的后来 成为了刘若英的代表作之一 2001年 刘若英在爱情喜剧《粉红女郎》中 饰演了结婚狂方小平 而这部剧呢 一经播出便收拾爆红 凭借此剧 奶茶在内地的知名度迅速地扩大 并且获得了第四届中国电视剧 双十家最佳女演员奖 2005年凭借着剧情片《天下无贼》中的精彩表演 刘若英获得了第十届香港电影 金子金奖最佳女主角和 第28季大众电影版花奖最佳女主角 至此 奶茶达到了她的视野巅峰时期 2007年拍摄爱情电影《心中有鬼时》 经过导演藤华涛介绍 刘若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钟小江 因为共同的摄影兴趣 他们很快便走到了一起 在2001年8月登记结婚 婚后他们不会过多地干涉彼此 也不会强求对方迁就自己 勉强此去迎合对方 他们又彼此尊重又彼此懂得 世间最好的爱情也默不于此了吧 2015年 奶茶在台北通过了剖副产 生下了他们的儿子 那个几乎是为爱痴狂的女子 现在生活了平淡却温馨的心思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感觉她在清楚地告诉你 她扫动你的心 遮住你的眼睛 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2008年7月28年 刘若英指导的电影 后来的《我们》上映了 这部和后来这首歌一样出人的电影 引发了一片回忆潮 但电影的内容呢 也把刘若英推上了《风口浪剑》 有人认为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大河沉生》 而电影宣扬的三观 多少是令人有些不敢抖头 因此陷入了退票风波 而在我看来 奶茶或许是想用这部电影来祭奠她那段 爱而不得的艰苦爱情 而非宣扬一种不道德的三观吧 毕竟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的这种遗憾 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的 感 这会去惩许 eigenen pentru需要 让찮欢的私人更难得的 网友宣扬一种不得的 下点未来的缺乏 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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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桑 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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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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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了 BCD 我回了 Findness Fans Sat 我是小鹿 明天 奶茶牛肉英的故事 就在这里 大家记得 给我 点赞 玩桌